买 阿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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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が 阿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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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停停 停 你干奥呢 壳地去 谁也出呢 什么玩意啊 你就注定是个弹弦的 你乐啥呀 你还比他少个弦 把突破留下 什么玩意 把突破留下 大侄女 接拖步 排帅动秀场 尖叫加鼓掌 刚才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以为我要说足球 错 我说的其实不是足球 说的是网购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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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Go Go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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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快递 什么我就收快递 是不是盘帅 是啊 前这儿 不是我没定 估计又是哪个粉丝送给我的礼物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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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装了 就你叫盘帅呀 我叫大长脸 我叫大长脸 他连一脸都长 你敢叫大长脸 他叫大长鸡 你是不是给我们店插屏了 我回去给你改了行不行 我告诉你啊 我特意过来削你的 你给我插屏 是吧 马上我改了 我给你改好屏行不行 天南地表情找到你啊 小一点 太吓人了 其实这也不能怪物啊 我就是从他们家订了一个拳击手套 东西还真是个好东西 我跟人约的是两天后单挑拳击手套 第三天寄到了 通过刚才的事啊 我总结出了一个道理 谁要是敢惹我 我就留谁们家的地址 而且还给个差评 我帅不帅 好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网购的经验啊 这位美女 你有网购的经验吗 我网购主要是买衣服 而且现在就网购你要给好评 传照片还给你返十块钱 哎呀 那那那那给你返十块钱了吗 我前两天买了这衣服 然后我给了好评 然后我也就上传了我穿 那是穿的照片 那我想问问他烦你十块钱了吗 老板说赶紧把照片删了 给你二十 祝你早日走上致富的道路啊 其实我们节目组啊 每一个人都网购过 大伙都知道我那个哼哈尔相 秦教授跟大雄 两个人也经常网购 前两天大雄买了一个iPhone7 Plus 老长了 我长了 哎呀 我用的挺好 想多了 哎 但是这款手机非常好用 双卡双弹 还能充电 还能起啤酒 就是这样的一款多功能手机 大雄觉得这款产品听筒的声音很弱 就跟人家卖家反应 这个卖家就很客气啊 说不好意思 我们可能忘记给您一个配件 没过两天 大雄收到了一个助听器 感觉他耳朵聋啊 你刚才看到了我们那个作者秦教授 就满脸嘎的 真的 就是我跟他一块逛街 人以为我领个二维码逛街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每天关注的是去斗产品 像大伙都知道 网上的去斗产品 从几十的到几千元的都不等 那天秦教授就问这个卖家 你这有几块钱的去斗产品吗 卖家说 有 没过两天 秦教授收到了一个快递 拆开之后 上面写了一个字 一边挤还一边唱歌呢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 老能敌了 就估计他那张脸怎么着也得挤个七八天吧 当然了 你看我们男孩一般网购 都是签完字就走人 不像有些女孩 很心细啊 必须得验一下货 秘密前两天 买了一个产品 送到家之后 快递员住院了 为啥呢 因为他买的产品是 防狼喷污剂 其实我一直很奇怪 秘密 防谁啊 你对你家人好一点 不知道他防谁 其实说到快递这个职业啊 我认为从古代唐诗就记载 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之事立之来 快递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职业 这么说吧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但是快递员 你永远无法看到女神的素颜 但是快递员能 你永远跳开女神的门 但是快递员能 你永远拨不通女神的电话 但是快递员能 前两天 前两天 我跟我女朋友吵架 那门就是不给我打开 我当时喊了一句 有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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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快递啊 不盘快啊 赶紧快递到了 趁这 我什么东西啊 你订的趁啥 大哥 我订的是天蓝色的 丁丁天 港上大雾 天就这色 差评 谁给差评 大长脸